美道老师 我们如果从这个星座来看 哪些人 他比较在意的是 他眼前的享受 对 所谓在意眼前享受 表示这个人 他不太会去做太长远的思考 对不对 所以我们看看自己星盘当中的太阳 以及跟我们与享受有关的行星 就是金星 还有我们的上身星座来观察 这几个星座 对 这几个星座 比较在意就是当下的一个感受 第三名 如果有落在母羊座的时候 原因是因为 刹那永恒享受当下 我们做母羊座 它是一个开创的火元素星座 所以他们其实非常直觉性的 所谓直觉 不是那种通灵的直觉 而是说我想要做什么 我就直接去做了 不会想太多 比方说一个母羊座的上班族 他可能今天看了电视节目介绍说 其实我心中有个梦想 想去法国学做面包 很可能他明天就跟老板提词成了 我就直接去了法国了 他不会想那么多 我学了之后这个什么费用怎么办 或是回来怎么样 他没有想那么多 就是当下那个感受 让他就去做了这样的一个行为 老师那他最后成功了吗 还是半路就回来了 母羊座的人通常到了法国之后 他会忘记要学面包这件事 他就先去相信他 还是逛不起来 真的 结果就是这样绕了一圈之后 回来继续找新的工作 回来就只会在那边 抱住抱住而已 好那么第二名 如果有落在射手座的人 原因是因为随性而为 无需规划 知效敏炫 因为你的上升是天仙 所以你关于金钱财物 特别是这方面的观念 比较有射手座的特质 好我们说射手座 射手座的人 其实他也是一个 他会想 但是呢 只仅止于想而已 而且射手座的人 非常爱冒险 你知道人生 他们觉得要有趣 要有冒险才 才够刺激 这才是人生 所谓的冒险是什么 如果我都做好了规划 这不叫冒险 我要有一点那种 一点冲动 不要想那么多 去做这个事情 这才叫冒险 所以射手座的人 他为什么会享受当下 不会做太长远的规划 就是因为他觉得 凡事我就是 我可能 他是这种什么 我想要去 一样假设民生 今天想要去法国学做面包 他会说 对我大概 大概抓一个大方向 可能我去哪个学校 或者是大致上 未来我可以怎么做 但他也不会想太多 可能觉得 我的钱够了 我就去了 这样才有一种冒险泛滥的感觉 然后你可能做很多事情 都会有这种 觉得无需做太长远的规划 好那么第一名 如果是落在双子座的人 可以是因为高度好奇 喜欢变化 黄世聪先生 好世聪哥对 其实是有双子座的特殊 他喜欢武士 杀尽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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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世聪哥特别是 您除了这个金星 这个太阳在双子之外 你根据投资理财这个部分 其实是有射手座的特殊的 所以是很强 就是你有强烈的这种 我们说双子座好了 他很在意什么 变化 要有趣 其实双子座的人 他非常在意 是各种讯息的传递 我今天知道什么讯息 我搜集起来 以及我如何跟别人分享 你知道这种讯息要传递 尤其是现代这个社会 它不能太长远的 它很多是很及时 很当下 需要去马上做判断的 所以像这样的一个特质 我们常常说双子座的人 是那种博学家 所谓博学家 他就是懂非常多的东西 但是真的缺乏 对于某个领域 比较专精长久的一个耕耘 那还好是松哥 因为你上升金牛座 有完全弥补了 这样子的一个活泼特质 让你自己的个人心盘式 你可以有各多的资讯 但是你又可以专注在 你自己有兴趣的领域 那就是这几个星座的人 如果比较单纯一点特质的话 是真的比较在意 当下的感受 而不会去想 那么久以后的事情 留给大家参考